哈喽大家好 上次我们讲到了近日发生在非洲大陆的蝗虫灾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蝗灾 及中国古代是如何治理蝗灾的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至清末的2600年间 中国历代王朝共发生了蝗灾538次之多 等于平均每5年就有一次蝗灾 在那个以农为本且科技落后的时代 这样铺天盖地的破坏景象 就是国家百姓的追星灾难 所以但凡靠谱的中国古代王朝 对于这桩灾难也是从来不敢怠慢的 2000多年里无数人人知识更是开动脑筋 代代研发治黄办法 那么下面几条就是比较出名且靠谱的 第一种方法人工扑打法 这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灭黄方法 以补黄药法的记载 这种方法主要是由乡民们用竹竿撑袭 八尺长的白布 从顺丰的方向三面围追 把蝗虫驱赶到一处后 在集中力量扑打 属于春秋战国年间 农民们迎战灭黄的白刃战 这种方法虽说耗费体力 好在方法简单工具简便 适合大批乡民集体作战 因此2000年来在中国农村十分不急 第二种方法 豪欠掩埋法 人工扑打法虽说简单 但毕竟人力体力消耗太大 于是到了汉末年间 累坏了的国人们也脑袋灵光一现 何必要和蝗虫打白刃战呢 给蝗虫挖坑不就行了吗 于是耗贱掩埋法 营运而生 以东汉轮横等顶级介绍 这种方法 要先在蝗虫要经过的地区 挖出大量身宽二尺的大坑 然后在蝗虫到来后 以扑打等方法 把蝗虫引入坑里 在集中力量进行填埋 这种办法的肩底效果极好 通常一埋一大片 不过操作难度比较高 一旦土埋的太浅 蝗虫也能钻出来 进书里记载 河东地区当时发生蝗灾 人们采用豪钱掩埋法 埋杀蝗虫 可是埋进土里的蝗虫 转眼就飞出来 反而把假装啃了个精光 于是一种更狠的方法 唐朝就普及了 就是第三种方法 勾火诱杀法 其实火烧蝗虫的愿望 在春秋战国年间就十分强烈 直到唐朝时 这种火烧蝗虫的操作 也终于承受起来 以捕黄图册和制黄权法里记载 要想火烧蝗虫 就要在天黑时点燃勾火 而且勾火之外 还要在蝗虫密集的地区 分路射灯 用密切配合的灯光 把大批蝗虫吸引而来 然后被火烧到的蝗虫 就会失去飞行能力 大批百姓趁机不杀 还可以将被杀的蝗虫 在豪陷处集中掩埋 唐朝开元年间 面对席卷中原的大蝗灾 唐朝宰相 瑶虫 果断采用 勾火灭杀法 短时间里 成功将大灾扑灭 而发展到农业科技更发达的宋代 大规模的灭黄烧荒也被采用 将蝗虫的滋生地一把火烧光 不但断绝灾难隐患 更可在烧荒处开荒种地 可谓一举多得 第四种方法 巨虫除卵法 也同样是在农业科技迅速发展的宋代 防灾意识也深入人心 与其在大灾时 泪死泪活灭黄 不如提前斩草除根 趁着冬天的机会 把蝗虫的虫卵滋生地端掉 因此就有了巨虫除卵法 以宋史记载 宋代的农民们就常在冬天寻找蝗虫滋生地 治黄传法也总结了宋代以来 巨虫除卵的经验 凡是蝗虫虫卵滋生的地方 地上都有无数像蜂巢一样的小孔 必须果断挖土铲除 明清年间 人们便开发出了原始农药 比如百步草农汁和陈醋混合液 专用灭杀虫卵 但这种找虫卵的办法 以北宋省阔等名称的教育说 简直就是泪断腿 有时泪死泪活刨虫卵 第二年蝗灾还是汹涌而来 到了明朝年间 人们更明白一个事实 种地其实比找虫卵 更能杜绝隐患 懇荒除黄法 严格来说 懇荒除黄法其实起于元代 以农书记载 元朝的农民们 就常懇荒种植玉桑等作物 以抵抗蝗灾 发展到明朝时 更有了系统的操作 滋生蝗虫的地方 都是河泽地区 必须将其改造成农田 在啃植的过程中 通过各种方式杀灭虫卵 同时种植绿豆 豌豆等蝗虫不吃的植物 用于蝗灾的备荒口粮 在徐光启的农震全书里 这种啃荒除黄 不但有了完整记录 更随着农更传说的响育世界 流传于欧美各国 对西方近代病虫害研究 也提供了重要的影响 但话说回来 上面的这几种方法 虽说各个靠谱 可是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 这些办法也只能做到缓解灾情 把粮食损失降到最低点 一直到现代社会 世界各国运用各种科技手段 才能勉强控制灾情 这个可怕灾害 看似离现代生活比较远 某些吃货拯救灾黄的调侃 更可以说是 对这个病虫害灾难的严重无知 可是就是在科技条件有限的古代 坚强的中国人 依旧世代更新着 治黄密黄的经验 勇敢面对着每一次灾难 这样的智慧与勇敢 恰是华夏文明 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